近来有民众反应 只要久未下雨 柳公郡上方就会漂浮一层白色的污水 有些区断甚至会有臭味飘散 卫生问题堪忧 因此新北市议员黄新华就特别邀急了 新北市水利局等相关单位前往现场会堪 同时也要求要增加清淤的费用 还给民众一个干净的生活环境 柳公郡周边环境一直是附近住户重视的问题 但最近有民众反应 只要遇到久未下雨 顺道水流上方就会漂浮一层白色污水 下游部分甚至会飘散出臭味 因此新北市议员黄新华 特别邀请新北市水利局、陈香局、新年区公所 张兰里办公处等单位前往现场会堪 当初接管的时候可能有些管子接的不是很理想 有些管子都有漏水的问题 所以会有溢流到这个郡道里面 黄新华与相关单位从北新路一段45巷口 沿着柳公寸沿线往下游走 也确实发现越往下游水池越浑浊 臭味也越明显 黄新华表示进入夏季天气越来越热 顺道如果脏乱恐怕将造成蚊虫滋生 影响公共卫生 因此现场随即协调水利局 要求增加清淤费用维持水源捷径 过去地方总是反映说我们柳公郡沿线的清淤 跟清洁的费用跟资源有限 所以今天特别请市府的水利局跟相关单位到现场 我们希望可以为地方争取更多的清淤 跟这个维护的费用 那也非常开心在我们在地的里长 还有水利局的云落之下 我们将来可以获得更多的柳公郡的清淤费用 那这个部分后续也要请我们新店的区公所要能够配合 提出更完善的一套清淤的计划 那市府会同意我们来增加相关的费用 另外黄新华指出柳公郡过去是灌溉大台北地区最重要的水寸 虽然现在已经不具灌溉功能 但其派未来可以透过整体整治计划 打造优质清水空间 赋予柳公郡新的存在价值 我们希望说在将来会要求市府的相关单位 包括城乡局等等能够针对柳公郡的沿岸来进行整体的规划 我们希望说让这条水浸的风华可以再现 也帮邻近的民众创造一个更好的清水 跟一个这样的一个油气的空间 但黄新华还是强调 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 是正道藏屋的情形 所以他也允诺将督促相关单位尽快改善 记者身边张门奇新店采访报导 re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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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b导